終於到了 我們飛機搭了六七個小時才到我們 屁股整個快要斷掉了 我的老天 夏威夷真的是熱當爆炸 早上我們在LA還超冷 然後下大雨 然後過了幾個小時 直接來到這邊 不同世界 好美唷 我的天 第一站來到Misubi Cafe 它是夏威夷當地有名的連鎖餐廳 它主要是賣Misubi 也就是午餐肉搭配上可能 酪梨啊 玉子燒啊 鰻魚 煮成的小飯糰 非常好吃 好吃耶 我們超級久沒有吃東西 我們剛剛的飛機 竟然沒有飛機餐 夏威夷 夏威夷 這裡 貨超全的 對啊 夏威夷的牛 夏威夷的Nano speed 搞得我心中 彈到那了吧 超好笑 這是我們的房間 來看一下窗外的景色 哦 焦焦 哇哦 我們房間還有這個烏克莉莉 這好可愛哦 哦 那超可愛的 謝謝 我們飯店竟然不是送花圈 是送貝殼 哇哦 我們Uber的車牌很酷耶 晚餐吃這家 鐵板燒偏鹹 6 out of 10 海瓜子 牛排 Super Juicy 海鮮加牛排 大阪燒 夏威夷的天氣太好冷 在加州就是很乾 所以我化妝的時候 妝前髮的剩之後 已經滿臉塗油了 怎麼化 怎麼脫皮 怎麼起屑 怎麼卡 這種東西真的是樣樣來 每化妝一次就氣死一次 那是在夏威夷 我剛剛化妝是邊畫邊笑的 另外你看這個效果 真的是太滿意了 我的皮膚整個超好 完全沒有任何的脫皮起屑或是卡紋 我甚至還用到了蜜粉耶 蜜粉是一個在加州完全用不到的東西 首先來到了International Market Center 這裡是一個超大型的 mall 你想得到的牌子都有 還有各種餐廳啊小店 夏威夷網紅餐廳 Island Vintage Cafe就在這裡喔 夏威夷盛產紫薯 所以很多餐廳都會有這個烏杯 Cheesecake 還有來夏威夷一定要吃的 Acai Bows Loco Moco也是夏威夷的 Special Food 這個真的超爆好吃 漢堡就普通 我們現在在開去波里尼西亞文化圈的路上 然後路上的風景真的是絕了 超美 我們沿途就是看著這種景開 還不行 我們現在來到了Polynesian Culture Center 波里尼西亞文化圈是由夏威夷 紐西蘭跟復活島組成的大三角洲地區 那它裡面的島嶼有像是大溪地啊 東加跟薩摩耶這些 因為... 超美的 Mmm 祝神 讓你信心 forth 現在不需要 我们是个愉快的人 大家说愉快 大家说愉快 愉快 愉快 大家说愉快 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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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别忘了喝他们的特产椰子哦 这里可以滑堵木桌哦 我喜欢我的衣服 哇 哇 谢谢 Polynesia Culture Center 可以带你回来 走回 Rapanui 也认为Easter Island 他没有髒 我们相信他失去髒 当他结婚了 哈哈 哈哈 那边才是真的 那边才是真的 Fijian Temple Wureka Lo 他说花带在左边代表你非单身 花带在右边代表你单身 然后如果两边要带花 代表你非单身 但你还是 他一直在找的 HDid 这裡玩呢 带我来选择 因为 我没想到 一天 我会选择 一天 真的 真的 一天 那里 一天 可以 看 看 一天 。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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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建築的結構很美 好多鯉魚喔 我的天啊 去北海岸的路上買了這個烏杯Cheesecake 它很好吃喔 想想這個風景真的是可以免費看的嗎 這個海灘在古蘭尼牧場對面 有一個可愛的小島 所以讓我印象很深刻 我來自一個島 它叫卡加布列島 在這裡吹海風真的超舒服 跟加州的海風不一樣 這裡的海風就是 會吹到讓你覺得 你的身心靈都被淨化的感覺 但是加州的海風就會覺得 好冷透新涼的那種冷 超美 還有家庭在這邊烤肉好Chill 麵包玻璃的 波光玻璃的 時間來到了第四天早上 我們現在來爬山 然後我們爬的山是 Diamond Headley 我們飯店買得近的 大概15分鐘左右的小山 山路的前四分之一段 是有鋪好的路可以走 後面的路就沒有囉 所以如果前天有下雨的話 建議不要來 不然很容易打滑 一路都是上坡 然後路蠻窄的 有時候跟人家經過的時候 都要就是往旁邊扭一下 才可以過去 現在進到一個山洞 很突然 山洞出來後的景色 哇 山海合一 非常遼闊 接著繼續往上爬 仔細看這片海 前面是淺色的 後面是深色的 這個風景叫我看十遍 我都看不膩 好美我的天啊 人超多 差不多爬完 然後現在下山了 我覺得這個山 超級好爬 很輕鬆 完全不會有任何一段 是懷疑人生的感覺 就很chill 然後天氣很好 風景也很美 所以我很推薦可以來爬 我們現在在 Kahawa Beach 這個beach 是Blackpink的Jenny 她有來這邊拍過照的 超美 Jenny就是在這邊拍照的 超美的 我們現在在用沙子防曬 不然真的太熱了 我們現在在用沙子防曬 救命 好曬 好熱 我們要搭這個船嗎 我們要搭這個船嗎 Yay 出海了 我們現在要去的活動 叫做Parasailing 應該是叫做海上滑翔傘 我們去的時段是剛好可以看到夕陽的 慢慢又刺激的活動 船會牽著我們繞來繞去兜兜風 輪到我們上場啦 船長會問你你想要碰到水還是不要碰到水 那我當然是選擇不要碰到水 不然他會直接把你整個進到海裡去 超可怕的 接著我們會慢慢的升上去 我原本以為會超可怕的 很像坐雲霄飛車的那種感覺 但是完全沒有耶 在上面其實不會太高 然後也坐得蠻穩的 所以心裡不會有覺得巨高啊 或是恐懼的感覺 在上面就是吹著海風 往上看是夕陽 往下看是海洋 那個風景 很可惜我沒有帶手機上去錄給你們看 結論是看到了一生難忘的風景 推薦推薦 晚餐是International Marketplace的The Seaside吃 哇真的很好吃喔 它是新開的餐廳 食物非常好吃 尤其那個薄皮披薩超讚 吃完晚餐再逛一逛的時候 看到了這一個超好笑的東西 有一個人裝成一棵樹 坐在路邊下路人 超好笑的 晚上真的可以來這邊走一走 因為這邊超熱鬧 很多很酷的東西 第四天的行程 我們來找Captain Bruce 去玩浮潛跟SUP 我們要去的地方叫做Sandbar 好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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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水區 它漲潮的時候 就是這樣一片甜甜的水 可以下去玩 那它退潮之後呢 就會墊成一片沙灘 這個水很淺 SUP板子人數有限 所以它先給了我一個游泳圈去玩 這超難控制的 我超愛玩的 回來 我要回滑 我要回滑 倒車 來 現在在漂流 超級舒服的這裡 接著去浮潛 還很幸運的看到了小海龜們 現在在漂流 超級舒服的這裡 接著去浮潛 接著去浮潛 還很幸運的看到了小海龜們 嗯 大概玩了三個小時 超餓的 趕快吃個Misubi 壓壓驚 阿勒比海的店 都是在這邊拍的 海里有愛心耶 晚餐來自 Honolulu Skewer House 烤串店 火爐嚕嚕 肉類的部分 我要大推薦豬頸肉 肉質脆彈 然後偏油 可是就很好吃 順便看我的嘴型 我在說超好吃 享受撸串的快樂 享受吃肉的快樂 真太幸福了 今天繼續吃生蠔 像這種很大的生蠔 通常都是要烤來吃的 沒有辦法生吃 肥嫩多汁的生蠔 搭配上他們家的蒜蓉醬 一口接一口 根本停不下來 接著是扇貝達粉絲 沒有生蠔來的經驗 但是也很好吃喔 這個海瓜子 我也是給他100分 你看看他的肉有多厚 繼續吃肉肉 這個應該是魷魚 我覺得我好像大胃王 一直在狂吃 而且我吃到這裡的時候還沒有飽 莫名其妙還點了一個大羊腿 第一次吃冰糖葫蘆 我的敏感性牙齒真的是快崩潰 我現在來到了 Manoa Falls 這裡是一片大森林 然後阿凡達跟侏羅記 電影都在這邊取景的 超級美 你看 整個綠意盎然 吸收芬多精 超級壯觀 這裡真的是完全綠意盎然 可以來這邊洗肺 好累 都是 拿上浦 我們到了 這個就是Manoa Falls 啊 都碰到了 這裡就是有名的Waikiki Beach 哇 大概是夕陽 Waikiki Beach應該是夏威夷歐湖島 最有名的海灘 那我到了 我是沒有覺得它有特別特別的美 我覺得卡哈拉是最美的 那它的特色應該就是超巨大 整個海灘要走完 可能要花個半小時喔 很美 一望無際的 還有人在打這個排球 所以他們是認真 超認真的 喔 喔 晚餐來吃有名的Pikki's Mall Ahi Toast 好吃到根本是生鮮的食物 Ahi在夏威夷就是鮪魚的意思 他們最有名的Fur 也是我吃過最好吃的 再來一塊Cheesecake 就是最完美的晚餐 那這就是第五天的行程啦 第六天我們逛了一下 Alamo Anamo 然後就搭飛機回LA了 所以沒有再特別錄 希望你們看這集影片看的開心 有沒有覺得夏威夷真的很棒啊